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一起浏览的项目是YFI-1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区块链项目 同样的它的第二轮预售已经开始了 我们点击这里呢 是可以进行查看第二轮预售的情况 可以看到第二轮预售的供应量是2500个YF-1 一个YFO的价格是0.13ETH 那它的最小购买量以及最大的购买量 同样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的预售已经结束 以及第三轮的预售正在计划调整中 包括一些它下面的一些重要的笔记 注释说明 我们是在presell这里就可以进行查看的 那YFI-1为什么值得大家这么期待呢 因为它是在去中心化世界的一个去中心的金融产品 它的愿景是建立几个分散的金融应用程序 然后将这些产品开发成成熟的项目 从而提高YFI-1的生态系统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几个非常非常棒的产品 Decentralized Wallet 它的钱包以及 Decentralized Exchange 它的交易所 Decentralized Swap 包括它的交换 Staking and Yield Farming 关于YFO代币呢 这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它比较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智能合同 在这里你可以查看到名称 它的简称是YFO 以及它的基本代币 代币的价格最大供给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查看 YFO代币是YFI-1项目的代币项目 该代币将用于获得所有的 它的产品的完全访问权 此权证的所有者将赚取 利用该产品 就是通过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进行我们的利润赚取 尤其是通过投注以及Farm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代币的这个分配情况 预售占40% 流动池占5% 投注池10% 20%用于发展 15%用于市场以及空投 包括它的团队用于10% 同样的它会锁定在5个月 它会锁定5个月 当然了我们进入它的项目 同样我们要了解它的路线图 以去看到它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1月 它将会在一个赌注的平台 在一个投注的平台上市 同样的会扩大网络 在更多的ZMC交易所上市 在2021年的2月 它将会启动互换平台 第二次推销活动 以及YFI-1的规划与开发 在2021年的4月 3月到4月 它将会启动滴滴钱包的开发 启动借贷 以及更新以下的路线图 这是它近期在2021年的规划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是一些非常非常棒的上市的交易所 它们在官方上市的交易所 Uniswap CoinTiger 以及OneH等 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应用 它所开发的一些应用程序 基于DX的发展 去中心化的保险申请 投注平台 以及加密货币钱包应用程序 以DEVI为基础的借贷平台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棒的项目 那我们已经浏览完了它的第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Presel呢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 这是Presel 同样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它的white paper 它的白皮书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去了解它的白皮书 以及它的新闻 那还有在这里呢 是可以加入到它的电报群 加入电报群你就可以 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都可以进行去询问 或者是找到你的同伴 在这里进行沟通与交流 同样的它还有推特 我们在这里 也是可以看到它的官方的推特账号 然后点击进行关注 以获得它的最新消息 所以我们今天浏览完了YFI1 我相信它是一个值得让大家再次回到这里 去查看的一个区块链项目 我们本期就这么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